各位朋友好 在2014年的时候 香港曾经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有些人把那场运动叫做占中运动 占领中环运动 有一些人把那次运动叫雨伞运动 因为在那个运动当中 很多参与抗争的香港市民 他们是拿起雨伞来应对香港警方的暴力 来应付香港警方对他们释放的催泪瓦斯和辣椒喷雾 那场运动规模非常的浩大 持续的时间也很长 一共持续了79天 但是最后还是被香港特区政府和他们背后 给他们撑腰的中共专制政权 被他们镇压下去了 被他们平息了 但是那次运动的后续的尾声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两天之前 前天香港的法庭对参与 对组织策划那次运动的九位民主派的 这个九位领导者对他们定了罪 罪名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串谋公众防扰罪 第二个就是三祸他人犯公众防扰罪 这两项罪名加在一起 很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是要被判刑的 是要坐牢的 那这个里面呢其中最引起大家的忧心的引起关注的 是这九位人士当中啊 有一位朱耀明牧师 这位朱耀明牧师啊 他是已经呢是高龄人士了 75岁高龄了 而且呢 这个过去啊 曾经啊 这个动过大手术 身体状况非常差 大家担心呢 他一旦入狱之后啊 恐怕这个身体吃不消 恐怕呀 有性命之忧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在向法庭给他求情 那朱耀明牧师呢 在法庭 他倒是自己没有求情 在法庭最后啊 做了一个最后的诚实 讲述了他一生的这个经历 为什么要把医生呢 奉献给香港的这个社会服务 奉献给香港的民主运动 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 非常的让人感动 那他最后说啊 香港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 现在不是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不是问题 他的问题在于公民服从 公民太服从了 以至于造成现在 香港和中国 小奸小恶的人啊 充斥了全社会 而大奸大恶的人呢 成了这个社会的领袖 所以说公民反抗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公民服从 是产生问题的根源 那个演讲啊 是非常的感人 当时啊 很多在场的人呢 都哭了 那我呢 虽然一向呢 认为自己是这个控制情绪能力特别强的人 但是呢 听到了朱牧师的啊 这一番陈词啊 那眼眶也湿了 那不仅仅是对这位民主前辈啊 内心里面产生的那种崇敬 那是敬佩 还有一些个人的原因 朱牧师当年呢 在八九年到九七年之间呢 是香港的一个啊 这个黄雀行动的重要的指挥者之一 黄雀行动呢 是香港的民主派的这些政治人物啊 和各这个各个界的这个活跃的啊 人权活动家 是他们共同组成的一个专门 营救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和维权人士的这么一个组织 从八九年一直运作到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共政权之后 那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一共营救过三百多位啊 大陆的这些人士啊 受到迫害的人士 那我呢 是其中的最后的一位 是九五年呢 是被他们营救到香港的 就九十年代早期的时候 我们我在国内啊 和一批朋友 那从事这个民主运动 那从事劳工维权的这些行动 那后来呢 就被江泽民当局啊 被他们定为九十年的 那头号敌情通报 那受到的这个压力 受到的逼迫是非常多的 后来呢 我就在国内啊 这个辗转的 躲藏 有半年之久 一位香港的朋友 得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 就告诉了朱牧师 朱牧师呢 当即就派人了到国内 把我营救到香港 到香港之后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 上岸之后啊 见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朱耀明牧师 那个时候啊 他还是一个中年人 那现在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所以说看起来啊 真是不胜感慨 那97年 那97年我在他们的这个香港的这些民主人士的啊 包括朱耀明牧师的协助下啊 来到了从香港来到了加拿大 但是呢 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地方啊 一直在关注香港的民主运动 也看到了香港自97年以后 受到了中共政权的一步一步的这种逼迫 香港的人权状况 香港的这个自由 是一步一步的被中共侵蚀 非常的痛心 那现在香港呢 很多的媒体都被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的系统啊 被他们侵蚀了 有一些媒体被他们购买了 那现在很多香港的报纸啊 杂志 他们已经把编辑部搬到深圳去了 那这个很多的电视台 很多的这些这个媒体的这些名人 他们都已经呢 那在自我设限自我禁言都是迫于中共的这种淫威 不仅仅如此 在政界啊 这个建制派就是亲中共的这一派呀 他们是逐步的壮大 本来他们在过去的这个民意支持度是非常低的 那现在已经快接近到一半了 所以说最近这几届的香港的立法会的选举 这个民主派所占的议席是越来越少 这都是香港民主倒退的一个迹象 战中运动啊 就是香港民主派的 一次针对中共这个政权 对香港民主的侵蚀的这种一次反攻 一次总动员 但是很可惜的是 那一次总动员最后也没有能够达到他们既定的目标 没有不仅没有能够争取到 真普选这一个项目 而且呢 中共啊 他们还大规模的这种反扑 对所有的这些参与者啊进行了压制 对那些领导者进行了迫害 去年他们审判了定罪了一批年轻人 年轻的那些领导学生运动的那些人 那么今年呢 又对这九位 那这个成年的 这是传统的泛民阵营的这些领导者 进行了定罪 24号 本月24号还要再宣判他们的刑期 希望香港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司法独立啊 还有一点点一点点残存 能够啊 基于所有的这些人道的考虑 法律的考量 能对他们进行重新的量行 尤其是对朱牧师啊 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 能够对他们 对他呀 重新的量行 最好啊 是不要坐牢 97年之后啊 香港人民的自由 遭到了一步一步的侵蚀 香港的民主势力啊 是节节败退 原因在哪里呢 有些人说 这是因为民主派内部不断分化 但是大家看一看哪个国家的民主派内部不分化呀 这分化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的现象 再说香港在这方面呢 并不是很突出 香港民主派不仅有分化 也有合作啊 比如说2003年在反23条这个基本法 23条立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合作的很好啊 大家一起动员了50万老百姓一起走上了街头 那各个民主派的派系都参加了 而且在2014年的占中行动当中 大家的合作是大于分裂的 所有的民主派都参加了那一次运动 都以自己的形式参加了那一次运动 所以说呢 这个不是香港民主倒退的一个原因 那有人说是归结到香港的这个人民的性格 数字论说香港人呢 过于理性务实 不愿意为了民主前景呢 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 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老百姓也是这样子的 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柴米油盐 自己的经济利益 当然不愿意为了经济利益啊 来做出重大的损失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们会损失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呢 这是因为他们看得见将来的远景 看得见民主成功有望 看得见成功之后 他们的经济利益会得到更大的保障 会得到更大的促进 但是呢 香港在这一方面呢 大家看不到希望 为什么看不到希望 因为大家知道 在潜意识里面呢 都很明确 我们现在所反抗的 不仅仅是香港一个城市的 它的建制派 它的这个特区政府 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反民主的力量 我们反抗的实际上是中共 是站在这个建制派特区政府背后的那股力量 那股力量非常强大 他们有九千万党员 他们有几百万军队 他们还统治着十四亿人民 他们控制着庞大的资源 庞大的宣传机器 香港的民主力量 是在以一个城市的力量 对抗一个国家的政权 一城对一国 所以很多老百姓看不见希望啊 解决的办法呀 非常简单 大家 首先第一步 要明确这个意思 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敌人 香港的特区政府 香港的建制派 它只不过是中国 这一个庞大的专制枝树上面的一个枝叶 你把那叶子摘掉了 把那个枝子折断了 只要那个大树的根还在 那么这个叶子会长出来 枝子再会长出来 你们反掉了 董建华 后面还有梁振英 反掉了梁振英 后面还有林郑月娥 你们现在再来反林郑月娥 没关系的 中共一点不怕 他们有的是候补的成员 所以说这个是反对 这些枝叶是没用的 大家必须得挖根 所以说必须得从战略上来做一个调整 那就是一定要把找到那些真正的能够击垮中共的那股力量 找到了那股力量 跟他们联系起来 把他们激活 中共就垮掉了 中共垮掉了 香港自然也就民主了 自从97年之后 香港回归中共之后 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个现实 就是香港和中国的命运已经彻底的绑定在一起了 没有一个民主的中国 大家不要幻想有一个民主的香港 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才有成功的希望 那么击垮中共政权呢 这股力量在哪里呢 当然在中国国内 那很多人说啊 这个中国国内哪里有这样的力量 我告诉大家 这股力量大得很 而且还在逐步的壮大 现在只不过是怎样把它激活而已 今年呢 中共啊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都提到了这股力量在哪里 第一个是中共的 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说了中国今年的最重要的任务啊 最大的危机就是政治危机 最重要的任务啊 就是要维持政治安全 尤其是要维持制度安全 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这股力量 他们呢正在 那越越遇事正在要处在那个爆发的临界点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啊 就说的更明白了 就是啊 中共的这个公安部长赵克志 他在这个公安系统的会议当中说 今年最重要的任务是防范颜色革命 什么是颜色革命呢 就是老百姓大规模的上街 通过民变来触发兵变 最后导致政治变革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的形式 民变老百姓的怨气 老百姓的不满 最后这种不满呢 转化为行动 这就是啊 击垮中共的力量 那现在这股力量啊 大家都已经看得见了 有些人都已经看得见了 现在中共每年 老百姓呢 走上街头 冲击中共的统治秩序的这种行动 中共称之为群体性事件 实际上是老百姓群体 反抗中共的这个统治 从不同的侧面 不同的诉求 来冲击中共的这个统治秩序的这种行动 每一年 有几十万起 卷入的人数 人次啊 已经达到几千万人次 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三千万人次 那么这是一个庞大的力量 现在只不过是这些力量啊 大家还是分散的 大家还没有关联在一起 大家还是这种啊 以自己各自的利益诉求 那么来进行行动的 因为分散 所以中共现在发展出一套体系叫做 网格化的维稳 一个地方啊 出现了这种事件 出现了这种反抗行动 他们马上呢 调动了这个周边的力量 来对这股力量进行切割 来进行包围 然后呢 来把它扑灭 现在这一套网格化的维稳体系 运作了十几年 现在还在有效的运作 但是 现在中国的这种老百姓的不满的情绪 正在逐步的壮大 正在走向那个临界点 那么现在如果是有一股力量 把这些分散的这种反抗的情绪 把这些分散的行动 把他们联系起来 让他们呢 产生一种共振的效应 那么就会激发出 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阶层 那蕴藏了几十年的 这种对这个政权的不满 让大家一起走上街头 共振 这就是一个办法 那这就是一个战略 这就是啊 激发起能够击垮中共的 那股强大力量的一个办法 而香港的老百姓 香港的民主派 那你们绝对是有条件 来实现这个目标的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因为香港是在中共统治之下的 唯一的一个民主派 能够大规模集结的地方 因为香港现在无论如何 我们还有一道法治的防线 那这道防线虽然遭到了中共的侵蚀 但是啊 总体说还是在的 香港还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的这种空间 那么香港的这个民主派 我们也有自己的组织的体系 我们还有在全世界的和世界各国的那些支持中国民主进程的那些政府的和非政府机构的这种联系 还有全世界的这种舆论和媒体的这种联系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力量动员起来 开辟两条战线 第一条呢 就是在香港 我们一定要守住香港这条战线 因为我们在香港不能够啊 步步退却了 我们在这守住这条战线 有时候以公为首 有时候以公为主 有时候以守为主 但是呢 香港的这个民主堡垒的这种地位 一定要把它守住 只要我们再守住几年 然后呢 要在中国去开辟这样的一条新的战线 就是动用香港的民主派的力量 把中国国内的那些沉默的力量 那些反抗中共的那种情绪 把它们唤醒 把它们呢 串联起来 只要在中国有五到十个城市 同时爆发了上万人规模的这种啊 群体性事件 这种群体抗争 那么 一定会 一定会产生这种强大的 共振效应 那最后中国一定会激发出 全国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的老百姓的反抗情绪 大家一看 他们已经开始反抗了 那么我们 这个时候不趁机上街 怎么行呢 那所有的人 那个时候啊 都会走上街头 那就是中共政权的末日 当中共政权面临着这一股大潮的冲击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垮 他们的军心一定会动摇 他们的党心一定会动摇 他们内部的矛盾一定会加剧 而这个时候全世界的 赞成中国的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些力量都会介入 这个时候中共就在街南逃 这个时候香港就不仅仅是 那在对抗中共的这一个前沿 而且香港成为了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后的一个指挥部 所以说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当年的占中行动当中啊 中共实际上最害怕的 他不是说香港整个的被这个占中行动给瘫痪了 香港人你以为中共他在乎你们的利益 你们把香港整个城市啊 变成一个死城 他都不在乎 他最怕的是占中运动啊 扩散到中国内地 他们在挪湖啊 在深圳河设立的一道防线 就是不能让香港占中运动越过这个这条这条界线 所以在国内的那些啊 即使是只以非常小的行动啊 非常小规模的行动来表示声援香港占中行动的 支持占中行动的这些人都遭到了强力的打压 就是因为中共有这种恐惧 他们怕占领中环的运动 最后变成了占领中国的运动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恐惧 而他们所恐惧的 我们就一定要去做 香港绝对是有这个条件的 香港一旦把民主派 把他们自己的实力 把他们的潜力运用百分之一调动起来 中共就垮掉了 香港现在有很大的一批年轻人呢 他们呢 已经从传统的这个泛民阵营呢 已经分裂出来了 他们想啊 要找到一条新的推进香港民主的路 那什么是他们的路呢 就是本土化 本土他们叫做本土派 也有人把他们称之为港独派 他们想啊 香港如果是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独立政治实体内部啊 击垮那些反民主派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 但是这个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我绝对是赞同大家有这个独立的权利 独立的权利 老百姓人民自决权 这是写在联合国宪章 写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面的 这是普世价值所承认的权利 但是大家一定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可操作性 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实行独立 他一定是经过两种形式的革命 第一种是武装革命 比如像美国独立 他经历了几年时间的这种武装革命的这个过程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最后成功了 你像印度的这个独立革命 他是经过了几十年的 人民的和平的这个 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个运动 在甘地的领导下 最后才迫使英国人 撤出了印度的南亚赤大陆 现在我们在香港 不要说武装革命了 我们现在连和平革命的条件都没有 我们根本不能够唤起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我们怎么能够实现独立呢 就像一个人 他连饭都吃不饱 他怎么可能说 我们要吃山珍海味 当然不可能 政治上缺乏可操作性 而且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毛病 有一个很重要的弊病 就是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我们跟中国没有关系 我们要跟你们一刀两断 我们切断的 不是专制政权 中国的专制政权和香港的反民主势力之间的联系 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是切不断的 我们切断的是什么 是我们香港的民主派和中国内地的那些不满的老百姓 那些维权运动那些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 我们让他们看见香港的民主派是不关心中国的 是不会支持中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力量削弱了呢 所以这不是一条路 如果是香港的民主派 如果是年轻人 如果是大家都真正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是其中有一千人 有两千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大家都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 到中共的后院去点火 让中国国内的年轻人受到你们的影响 让中国国内的那些失业的工人受到你们的影响 让中国国内的那些退伍军人 那些投资失败者 那些资产被剥夺的那些人受到你们的影响 跟他们建立起联系 把他们的行动串成一条线 把他们所有人的抗争的行动聚集到一起 让他们产生共振 那么中国就会民主 香港也就会民主 现在很多的香港朋友 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悲观的情绪 现在找不到出路 实际上出路一直是存在的 出路一直是有的 而且现在是一个找到出路的 是一个真是向中共出击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现在中共是处于他们篡夺政权70年以来 最虚弱的时期 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在外部他们遭到了西方世界的联合的围堵 遭到了美国贸易战的强烈的打击 他们的维稳经费 他们的统治资源正在萎缩 而在国内呢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正在逐渐的增强 统治阶层内部的那种异性力 那种力度也正在加剧 这个时候正是香港民主派权力出击的时候 大家再坚持一阵子 大家调整一下思路 调整一下战略 我们在权力出击一定会取得胜利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一次再见 下一次再见 OK